观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 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这呢是我们二零二二年最后一次与大家见面了 所以呢首先先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今年的华尔街论坛那进行了彻底的改版 在改版之处啊和平先生还在说说 李奇如果这个节目要你来做啊 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了 不到一个月就黄摊了 但是呢由于我们有各位主持的加盟啊 李奇掉链子的时候 其他人还能够补上 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还一直呢是坚持到了现在 当然呢也承蒙各位的台诀和支持 让我们节目一直能走下来 接下来的一年呢 我们也希望华尔街论坛这一档节目 能够有更新更丰富的表现形式 同时让我们也希望啊 小杨这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呆萌主播 能够呢有自己的一档栏目 为大家呈现他自己更多的个人色彩 小杨自己都不值得乱傻 对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给 我和和平先生已经讨论了 如果给小杨加就是什么 加量不加价的布置一些新任务啊 小杨现在还处于一个 十分恐慌的状态 不知道你们到底要不干什么 没关系 这个事情呢我们下了节目再说 哎不过说到小杨啊 很多观众方面也注意到了 就是小杨每次上节目啊 不论是天寒地冻啊 总是呢在面前有一杯冰的饮料 那我们知道现在纽约啊 是刚刚经历了寒潮 现在气温虽然是回暖 但是也仍然是这个美国东部啊 恒通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和平先生和我呢 基本就是热水带加加这个热风啊 一直开着 小杨同学啊 一个还是人家年轻身体壮啊 既然年轻身体壮就多干点活吧 小杨啊 不是要讲到年轻身体壮 那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平安夜的时候有一位年轻 28岁的一个中国的小孩 就在美国的时候步行 他过分的依赖了这个手机 没有搭任何其他的设备 就穿了一个普通的这种外套 然后呢因为天气非常冷 我们知道手机啊虽然很好 天气非常冷和非常热的情况之下 他这个手机就失去了信号 等失去了信号 他的朋友发现他的时候 警察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28岁的一位理性的先生 因为他喜欢在公园里面走路 头部 脱部 中国啊不是美国啊 有很多的这种公园 确实是比较给你一个脱部的空间 很多人会想享受这个运动 不但是这个运动就是在冰天雪地的时候 你的汽车 你的手机 你都要做好周旋的准备 现在水牛城最近发生的这个悲剧 你也是觉得是真的是 就是没有做好应急的准备 这一次寒潮就是整个美国死亡的人数 已经是将近50人了 50多人 所以说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 很多年前我在美国就是去国家公园玩 然后在西部有一个叫做The Wave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景观 它是一个自然地貌 你就可以想象他这个在地上面像一个一层一层的 它是被这个封杀以及这个锋利给侵蚀成的一个地貌 这个地方每天我记得好像是只能容许20人进去的这么一个景观 网上每天可以抽10个人 那么现场呢 每天可以抽10个人进入这个景观 这个叫The Wave 当时我们在抽签大厅的时候 我很幸运我去就抽中了 可以在后面的指定的日子去这个景景观 去进行一个徒步 这个徒步的路程来回大概是6英里还是3英里 我印象不是很深很深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这个远景 就是他非常郑重的跟我们说不要相信你的手机 要相信这个经过验证过的比如指向的设备 而且以及经过验证的地图 他特地发了一个地图给我们 告诉我们这个徒步的过程中 要参照什么样的固定的永久性的标记物 这个让我这个让我一直记得现在 我还需要继续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这样的年龄也好 我们这样的性别也好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好 理由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旅游的时候 你如果不小心像我这样 有一次就是跟冯上平 跟高霍林还有这个年华 我们出去旅行 到了黄氏公园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就是徐阳峭壁的旁边啊 有一个这样一个倒样的状况 那么其他人都不敢去 发现有几个小孩在那儿去 我为了显示自己的厉害也要跑过去了 等你真正跑过去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脚下是万种深渊 因为我到了那边以后 高霍林和冯上平都看不到我了 直到我重新回到这个 这个岸上的时候 其实不是岸上啊 悬崖上的时候 已经觉得就是说 现在都不敢想象 所以我们在因为旅游的季节很快就 就来临嘛 大家在旅游的时候 体育锻炼的时候 一定不要冒险 刚才说了半天 咱们其实引出今天第一个真正的话题 叫做定位 那我们知道 现在身边有一部手机 其实呢 你的行踪那么基本不是一个秘密 有的时候啊 一些犯罪分子呢 其实是非常小心的 要隐藏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 但是呢 有的时候不是你的智能手机 而可能是你桌上的披萨盒子 透露了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呢是近期啊 在中国社交媒体 不是中国啊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引起一片哗然的一个消息 这个有一个啊 我们叫做这个搏击的这样的一位前运动员啊 叫做安德鲁泰特啊 这个安德鲁泰特呢 之前呢 曾经是在这个跆拳道界还相当有名 之前呢 也是参与了英国这种跆拳道选秀节目啊 那么可以说呢 一直是网络红人 但是呢 他一生啊 可以说是我们叫做这个恶劣 恶技斑斑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最引人争议的是什么呢 就是叫厌女症啊 他呢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 对于女性表达非常不尊重的观点 甚至呢 直接说女性呢 就是应该为男性同伴所拥有的 又讲呢 现在这个社会啊 对于男性是非常不公平的啊 那么呢 一个男性要承担更多责任 而女性呢 只要在家安好就好了 这种话呢 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来看来呢 完全是对女性非常不尊重啊 那么呢 他呢近期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其实他呀 在社交媒体上 已经被纪念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呢 就是之前几年一段 他用皮鞭抽打另外一位女性的视频 留了到网上 那么呢 当时曾经跟他签约的这一档叫做老大哥的电视节目 也把他除名了 而同时呢 社交媒体不管是推特也好 还是其他的平台都已经是彻底禁止了 他进行任何平台的播出 但是啊 在这个马斯克重掌推特之后呢 他又恢复了自己的推特账号 那这一位老兄呢 到了推特账号之后呢 就开始各种挑衅啊 挑衅各路女权人士 同时呢也挑衅瑞典的著名的啊 年轻的环保倡议人士格雷塔 那么呢 他呢 在推特上面就挑衅格雷塔 亮出了自己的三十几辆豪华汽车 说啊 说格雷塔 你要不要知道我这些车的排放量啊 那一定会让你十分生气的 你把你的email给我 我就把我这些车的排放量来发给你啊 那么这个格雷塔呢 当然也是毫不相让啊 就回了一句 说那这呢就是我的email地址 大家一看这个email地址呢 其实是讽刺啊 这一位表面上看上去充满阳刚的 这样的一位男性呢 实际上胆小而且弱不尽风 那这一位叫做安德鲁泰特的这样的一位前见美运动员呢 也是啊 这个丝毫不相让 哎 发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呢 他正在吃一个外卖的一个披萨 一边吃披萨 一边抽雪茄 一边抽雪茄 一边穿着睡衣 就跟这个格雷塔说啊 说现在呢我在吃外卖的披萨 但是我告诉你格雷塔 我就是气死你 我吃这个披萨的盒子 我绝对不回收啊 就是要故意和这一位环保少女啊 进行一番恶斗 但是他发出这段视频不久之后 罗马尼亚警方证实他已经在罗马尼亚被拘留了 实际上呢 他一直在罗马尼亚受到一些犯罪方面的嫌疑和指控 认为他呢创建了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通过强迫女性制作色情内容 把其上传到专门的付费网站上 对于女性进行剥削 现在呢他正是在罗马尼亚被捕了 而他在罗马尼亚被捕的 提供给警方的线索的不是别的 正是他拍视频讽刺格雷塔的时候呢 桌上了这个披萨的盒子 大家仔细看这个披萨盒子 这个披萨盒子显示的这个送披萨外卖的店名叫做Jerry's Pizza 这呢是在罗马尼亚的一个比萨连锁店 那么警方就通过在披萨盒子上展示的这个披萨店的电话号码 以及姓名地址 就查到他本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结果一举把他抓破 现在呢 他与其他的几位英国公民和罗马尼亚公民 共同因为涉嫌参与以贩卖人口为重点的犯罪集团面临指控 那么他呢 现在呢这个这个大家就 这不但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争议 也说呢的确这个环保少女是惹不得 大家也发现了 这个之前在社交媒体上曾经挑衅这一位叫做格雷塔的环保少女 似乎呢之后不是受到了法律的追溯 就是那本人之前此前的各种各样的污点 被被被被接触等等等等 那么说到这一位环保少女格雷塔呢 其实呢也有一些争议 那么有关于他的这些环保理念 到底是不是符合科学 还更多的是仅停留在活动家的这个层面 那么呢 其实呢有很多在专业上的讨论 但是啊有一点是让我自己觉得非常气愤的 就是我们也知道环保这位环保少女自己 他自己也曾经公开的说 他呢实际上是autism 就是我们叫做 是有一种这个心理行为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病患的 这样的一位病患者 但是呢有很多人 用这个病患来讽刺他的一些举止行为 那么对于他呢进行非常恶意的攻击啊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这一位安德鲁泰特 那么对于他的环保理念 你是不是支持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那对于他到底是作秀 还是啊就是在进行自己环保里面宣传 这你也是可以批评争议的 但是呢拿别人的病症 对于他进行外观的这样的一个讽刺 实际上真的是让人觉得不齿啊 所以呢这是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 来何明先生你来讲一讲对于环保事业你的看法 你刚才说这个环保少女不能得罪 其实是少女不能得罪 环保也不能得罪 虽然环保有很多的这个争议 尤其在过去几年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产生的这样一种变化 让环境保护好像变成了一个一个阴谋论 一个是非常可耻的这个话题 其实环保啊最终能够给我们的地球啊 产生多大的改变 我们确实可以讨论 但是如果一个没有环保的环境 我相信一般的年轻人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现在的好消息是年轻人对环保的意识的尊重 年轻人对少女对女性的尊重 比中年人啊 比这个这个要好很多 比老年好很多 我觉得社交媒体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给了任何病态的人的一个一个机会 如果社交媒体再不是形成某一些规范和共识的话 那伤害的不仅仅是少女或者是环保少女 幸亏这个人还被抓了 那无数的人还在潜藏中间在伤害我们的网络 伤害我们的少女 伤害我们的环保 对不仅仅是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啊 真的是既有他非常光明充满想象的一面 但是有很多暗角啊 我们现在这个网友啊 自打这个你的电报啊 这个被人冒名之后啊 大家一直在讨论 现在台上这个是真的老何吗 怎么能够确定是真的老何呢 是 那我给大家确定 真的老何在六度世界 对 真的老何在六度世界啊 哎 这说到这个这个何明先生这个电报账户被丢 这个被被盗的事情啊 那么这个何明先生啊 那天哪说他自己被冒用完了之后呢 非常的这个大度啊 无所谓 我没有秘密 光明正大什么都可以看 把我们都气坏了 你老人家光明正大无所谓 万一跟您经常有交流 某一位老先生 真的是八八给骗子送钱去了 怎么办呢 但是呢我们后来发现 哎 可能那何明先生的朋友圈的确啊 这个鉴别能力都比较高啊 还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上当 但是呢 听说有发口罩的 那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对啊 大家说金山大哥这个事儿 到底是不是造谣啊 我们也不知道金山大哥 能不能出来来辟谣一下 老天也发了 我 对你也不知道到底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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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发了果照的 那就赶快来寻求止损啊 对 有没有发的话 我们元旦那一天就是星期天 星期天是 是明月一号吧 对 我们上午十点 是要召开一个元旦网会 对元旦网会 大家讲一讲 你到底有没有发果照 对 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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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 大家自愿参与啊 估计可能只有只有没有发果照的人参与吧 真参与了之后 就真的就是成全台经济会了啊 但是呢 哎有关于这个电报平台 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呢 其实也给了六都世界一个发展的契机 和平建设自打电报 电报群出了问题之后呢 马上就遗失了六都世界 并且大家宣布啊 外面那些平台是不是被盗号了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 你可能不能确认 但是在六都世界里 这个的确是我 所以呢 现在可能外面有真假老和 有各种理亏理鬼 但是呢 哎有一个地方 那你看到的一定是真的老和 就是呢 在六都世界里面的啊 这一位啊 就是跟推特上面 一样用过名的这一位和平先生啊 他呢 在上面还有一个假名 叫做实爷啊 那么呢 是假名啊 那是真名 是真名叫实爷 好像是你原来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找到老和 跟老和聊天 那么呢也请按照我们导播 在直播留言区所显示的 老田说他没有上当 你相信老和讲的啊 老田讲的话吗 哎我跟你说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骗色经常成功 而且经常有很多人是 能够一行骗行骗好几十年呢 这呢其实我特别看过 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受骗的人呢 往往因为某一种羞耻的心理 是不愿意向警方去提供资料的 之前呢在网络上啊 这种我们叫做这个这个 Dating约会网站上啊 结识好友的网站上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骗局 英文里面还专门有个词叫什么 叫catfishing 你叫catfish 你叫catfish 猫鱼啊 但实际上呢就是 他呢会故意从各种各样的网络上搜集一些 不属于他自己的一些啊 这个啊 美女的这样些年轻女性的照片 当做自己的资料 然后呢用他来诱惑一些 现在已经人到中年的这一些 哎 这个中老年的这样的一些男性啊 那么些中老年男性的 往往是在财政上啊 都比较有保证的啊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份呢 去结识这一位中老年男性 并且把他约到一个啊 不是在闹事的这样一个地方 来进行约会 结果呢 这一位啊有有有身家的 这样的一位中年男性去约会 发现呢 哎被人打了把钱抢走了 但是你想如果你是被骗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去跟警察说啊 对 一问不就是把自己 我就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财政 财政没有保障 所以至少这一点是 所以大家大家骗钱不找你啊 对所以我无所谓 在骗色在您这也骗不到什么 对 所以呢这个 但是呢跟大家简单说这个问题呢 就是有关于这样的网络骗局 一定要小心 另外呢 顺便给我们六度世界做广告啊 近期的六度世界 其实自打开始以来啊 我们发现真的是大家的这个啊 喜欢和欢迎的程度 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啊 那么呢整个从论坛的流量来看呢 也是比之前我们的想象 有这样的一个数量级的飞跃啊 现在六度论坛上六度世界上呢 我们也在招各个板块的版主 如果您对某一个特定的话题 比如历史科技啊 文学娱乐啊 有关于新闻 有关于实证啊 有关于这个英文 有关于这个这个这个诗歌 戏剧各方面有特长的话呢 都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来啊 写下自己的思考 分享自己所专写的内容 并且呢 如果您看到了什么有趣的内容 愿意与大家分享 也请您的注明出处尊重版权 在这样的基础上啊 把相关的链接张贴出来 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您的见解和知识 如果呢您希望帮助我们共同搭建六度世界这个家园呢 也可以通过啊 在这个聊天区与和平先生或者是我留言的方式呢 自建成为版主 那么呢 我们对您的情况进行相关的考察之后呢 如果呢 确定您可以有这样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来支持版面的运营 我们也欢迎大家共同参与建设六度世界 所以我们也希望六度世界可以成为我们新年为大家推出的第一个惊喜 这呢 还只是惊喜的第一步 未来呢 在六度世界上大家会陆续看到更多更新更好玩的内容 比如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位AI的机器人就会在六度世界上推出 那我们还想名字这个AI叫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叫六度管家 这个名字有一点土 我们叫六卖神剑 显示他的厉害 也许比较合适啊 六姑姑 对 那你 对 你看像卖鸡蛋的 对 那我们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位AI机器人在上面呢 可以随时跟大家聊天其他大家的提问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在着急的开发中 希望呢 在未来的一年啊 会在六度世界中推出更多的惊喜